初恋无疑是今年最让人难忘的作品之一 在冷冷的冬天里给了我们一丝温暖 初恋在台湾的Netflix观看排行榜中排名第一 剧本的成功 画面剪辑 演员的演技 都是让这部作品成功的原因 前两集我介绍了主要演员 配角演员 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 如何出道的 代表作品有哪些 可以点右上角或下方资讯栏观看 今天是配角演员第二集 如果说主角是整部剧的门面 那绿叶就是衬托出整部剧 让它更完整 那我们就开始吧 美波 饰演情道的妹妹忧郁 因为意外而失聪的角色 所以美波必须用手语演出 演出这个角色最困难的是 只能用肢体语言 和面部表情来表达情绪 美波是一位我很不熟悉的演员 但是她在初恋的表现 让我印象很深 虽然在戏中饰演 佐藤健的妹妹 但现实生活中的美波 年纪其实比佐藤还要长 今年36岁的她和马导光一样 适日法混血儿 美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 作品经常以人为主题 也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 有一支美波专门放图画的IG 连结我放在下方资讯栏 有兴趣的大家欢迎去欣赏 美波是一位勇敢踏出舒适圈的人 2014年的她 前往法国国际戏剧学校学习一年 之后定居在法国 希望把演员工作活跃在日本与法国 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不常在近几年的日剧里看到美波的身影 美波曾经说过她的愿望 就是想要成为日本与法国之间的桥梁 2000年就出道的她 初恋却是她第一次演出的网络剧 出道作品则是经典的电影《大逃杀》 来介绍美波近几年的作品 2018年的她美梦成真 和法国知名演员朱利叶·毕诺许在《圣草之爱》共演 2021年在台湾上映的电影《水真相》 是强尼戴普主演的 美波饰演的是她的搭档 剧情是在讲述一位记者揭发日本水影污染的真相 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2022年9月播出的电视剧《风啊暴雨啊》 讲述在大政时代的女性平权崛起 这部电视剧由极高有离子主演 美波也有演出 看过访谈能够了解美波如她所说的一样 是个独立固执的人 背起行囊就决定移居到了法国 身边的人都觉得她疯了 但是她却从不后悔 也在法国生活中找到自己 她曾说过在日本都要压抑自我 在法国才渐渐地把自己一点一点地放开来 这份独立固执 我把她称为勇敢 长泽树 介绍完大忧语现在来介绍小忧语 长泽树今年17岁 小学五年级通过试镜套入演艺圈 2016年11岁的她作为杂志 Tirapichi的专属模特出导 同年出演第一部电视剧 Gappa Sensei 主演是二阶堂赴美 也是二阶堂赴美首次主演的作品 男主角则是班户健太郎 长泽树第一次演出的电影为 破坏的日 值得一提的试探 景普新是同一间经纪公司的哦 两人在双任府也有共演 是一部悬疑的作品 广告代言源源不绝的长泽树 Panasonic Homes 麦当劳等 都曾找过她来拍摄广告 我推荐大家去听Bonding的走马灯 长泽树有带来一名女主角 也有一段让我惊艳的演出 希望她能够在磨练演技 未来接演甚至主演多部作品 中伟明庆 中伟明庆饰演的是 忧郁的老公凡二 我对于她的印象 就是一位很棒的绿叶 在多部作品当中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像是早期的经典之作 东大特训班 娇妻出没出意 信用诈欺师 天国与地狱 都令我印象深刻 我正在追的 PICU儿童交互病房 也能看到中伟的演出 她饰演的是 冷静寡炎的急诊医生 PICU我很推荐大家去观看 日本很会拍医疗剧 这部的题材是以小孩子为主 也是吉泽亮 第一次饰演医生的角色 在剧中 从一个菜鸟 到成熟细腻的医生 啊 还要记得准备多包卫生纸哦 很感人 中伟明庆在初恋当中 有调皮可爱的性格 我觉得初恋的她相当圈粉 至少我看完之后 对她蛮有好感的 中伟明庆除了是优秀的演员 也是一位很爱家的爸爸 跟演示演员的众李依莎 在2013年结婚 有一个9岁的儿子 在IG和中文明庆开的YT频道 都能看到他们一家人的好感情 我一样把连结放在下方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看完之后你会发现 中伟真的好爱笑 有个Q的 心惊之士 这位小童心大有来头 她的爸爸大家一定都认识 就是动画导演 你的名字的心海城 心惊之士今年12岁 剧中饰演的是 优秀的女儿爱柳 年纪小却十分成熟 和行道的感情非常好 2017年的三月的狮子 饰演川本陶 主演的神慕隆之介 和行海城市朋友 拍完戏才知道 心惊之士是她的女儿 真的很低调啊 2019年的奇迹车站 是心惊之士的代表作 小女孩面对宠物的遗世 而历经的疗伤过程 这真的是人生一大课题 如何面对失去的痛苦 我觉得要面对难过的情绪 而不是逃避压抑 大哭一场 打吃一场都可以 时间会冲淡难过 但他们却永远存在我们心中 心惊之士也是一位生忧 配音过冰雪奇缘2的小安娜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爱你三千字的 摩根斯塔克 宝贝老板2 康海王剧长版红发歌迹等等 以12岁的年纪来说 心惊之士的演技算是蛮自然的 不会有嘎嘎的感觉 宾田月 饰演的是汉后老师 给予演一满满知识古仪的望太郎 仔细想想这个角色真的塑造得很棒 不会有得不到你 我就毁了你的想法 反而是陪伴支持者 宾田月和中文明星一样 大多数是出演配角 都是非常棒的绿叶 他其实也是童星出生的哦 9岁就加入现在的经纪公司星辰传播 和上一集提到的下凡 薰腾联是同一间经纪公司 2004年10岁的宾田月 演出你不孤单 首次主演的电影 佳鸦与野鸦的投币四肢物贵 让他获得第22届高期电影节的 最佳男主角奖 钓鱼狂日记 新入社园冰奇船主 水果宅配 破案身手 捍卫家园 都是他获得奖项的作品 捍卫家园 我非常推荐 男主角的女儿被绑架了 要和犯人斗志 其中的反转超意外 反转再反转 我反转你的反转 你反转我的反转 非常推荐喜欢弦艺的朋友去看哦 多部历史题材 也很喜欢找冰田月演出 信长协奏曲的德川家康 麒麟来了 新信长工纪同班同学是战国武将的 黑田官兵卫 本能四大饭店的森兰丸 2011年冰田月和差19公分的模特儿小泉生雪结婚 是一对超萌生高差的夫妻 2015年与坚田嘉辉 宋田强泰 同古坚泰 合作的电信广告 让冰田月成为那一年的广告流量王 冰田月新途很顺遂 代表她的演技 被受肯定 初恋演员的介绍告一段落了 这系列出了三集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我目前没有打算做初恋的细节解析影片 细节解析影片有其他YouTuber做得很棒 大家想看可以去看他们的影片 在这里感谢所有观看这系列影片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千万不要对演员人生攻击哦 请大家底性讨论感性发言 我的频道每个礼拜都会更新 如果你喜欢日剧 日本明星或是和我一样是南木板的大粉丝 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随从我的IG来和我聊聊日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Kimiha 希望你们明天有个美好一天 拜拜